一个美国男人被暴徒抓住 救命成杀 这是一场针对外国人的屠杀 不分狼弱妇孺 只要是外国人 见一个杀一个 他叫捷克 是个美国工程师 被公司外派到东南亚出差 异国他乡 不仅语言不通 来到这儿的第一晚 电话就不响了 Wi-Fi也断了 第二天 他出去买报纸 街上的人都顶着他看 怪甚人的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 自己马上就要经历此生最大的劫难 左边走来一群拿着铁棍的报名 右边是装备整齐的军队 随着一声枪响 双方展开击斗 暴徒杀红了眼 路人四散而逃 杰克护着一对母子逃走 穿过巷子 四周都是死人 汽车全给炸了 他看到一个美国人被荡众倒头 当地人却欢呼雀跃 他果断地转身逃走 踩上车头 拉下梯子 爬梯狂奔 暴徒追了上来 杰克爬上阳台 把梯子踹翻 用暴徒砸上来的狮子撬碎玻璃 进入酒店 一楼已经沦陷 就在他上楼的途中 报名冲了进来 可是 电梯的案件却失灵了 这时 他才后知后觉地发现 自己慌得忘记插门卡 好不容易逃回房间 他想带着妻子和女儿赶紧离开 妻子却告诉他 大女儿独自跑去游泳了 他只能让妻子锁上门 自己跑出去救人 等杰克离开 妻子还有点迷惑 不太相信老公的话 恐怖袭击怎么可能发生呢 突然 他听到了隔壁房间传来的尖叫声 他让女儿躲进厕所 自己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前 透过猫眼 他看见两个衣服带血的蒙面人 他慌了 另一个门突然被踹响 他跑过去 用身体抵在门前 让女儿赶紧躲起来 等到踹门声停下 他搬来沙发做阻挡 用身体支撑着大门 那一边 杰克终于找到了女儿 与此同时 暴徒也发现了他 他用游泳圈顶住大门 抱起女儿就跑 回到房间 其人决定躲到屋顶 和其他外国人会合 等着救援 他们走过无数个带血的房间 逃跑时 女儿的公仔掉了 这是他最喜欢的娃娃 他想让爸爸捡回来 却险些暴露了他们的位置 甩脱暴徒 他们终于来到了屋顶 大家合力用铁棒把门锁上 酒店已经被暴命包围了 剩余的美国人都躲在这里 几个小时前 暴怒的民众杀死了总理 在无政府状态下 他们开始了对外国人的屠杀 大家焦急地等着救援 终于等来了直升机 可是直升机放下的不是救用的掉踢 而是枪口 飞机上的是暴徒 他的枪口对准的美国人 又是一场大屠杀 杰克带着家人逃往 可是前面就没有路 最近的天台距离这里迷你 杰克要妻子先跳过对面 然后他把孩子抛过去 这是唯一的生物 但怎么可能做到呢 可是为了孩子必须跳 妻子被说服了 他鼓起勇气奔跑 最后一刻他退缩了 回头是蒙面的暴徒 耳边是女儿的哭声 他很害怕 咬咬牙依旧总身一跃 父亲抱起女儿 把他扔了出去 妻子接住了 他又把另一个女儿抛出去 却险些被拽下高楼 女孩害怕的直发抖 他让女儿闭上眼睛 脱下裤子皮带 把他的双手扎紧 然后把他扔了过去 随即杰克助力一跳 和家人成功会合 比他们慢一步的美国人 立即也被射杀了 叛军头则向他示威 他们无处可逃 杰克小心的 甚至杆爬到下一层去 接住女儿和妻子 在这个狭窄的阳台 他们得以喘息 不久 楼下又传来喧哗声 他冒险往外探看 暴民竟然开来了一辆唐克 杰克立即撬碎玻璃 让里面的人快逃 果然 大家还没跑上几步 大楼就得跑轰了 一家人赶紧躲在废墟底下 杰克拉来的一个死人 倒在出口中 暴徒冲了进来 杀光了所有人 等他们离开 女儿想上厕所 可是没有人知道外面是否安全 不能冒险 妻子只能让他尿在裤子里 夜晚降临 杰克决定前往美国大使馆求助 但他们刚出来 就遇上了巡逻的暴民 他放伤喊同伴过来 杰克扑过去 捂住他的嘴 他要男人别出声 说完 杰克松开了手 但是男人一挣脱 又大声呼叫起来 杰克心一急 抓起了旁边的铁锯 就往上挡 一下两下 鲜血喷溅到他的脸上 极端环境中 人丧失的 不仅仅是尊严 还要道德底线 他们换上这里的衣服 伪装成本地人 开摩托去大使馆 他们提前看好了路线 但依然碰上了大麻烦 本地人在游行示威 他们被夹在人群中 终于 他们的摩托被人撞翻在地 一个本地人扶起了他们 抬起头时 男人看到了他的异色瞳孔 可是 他只是瞬经两秒 没有搞发弹 杰克一家 就这样有惊无险地 来到了大使馆 只是 翻过高墙 大使馆已经溢陷 警卫是李氏死去的水冰 他们失去了任何援助 暴徒还能够到大楼 杰克赶紧跑出大使馆 带着妻女继续逃亡 巷子里 他们又碰上了暴民 无处可避 他们推开了寺庙的大门 老人要驱赶他们 看着年幼的两个孩子 老人心软了 把他们藏匿在草丛中 很快 暴民走进庙里抓人 他们粗暴地把老人 推倒在地 这些是被恐怖分子 抓起来的外国人 他们被绑住 跪在马路中央 被暴徒用车子 为了保护家人 杰克想方设法 去偷暴徒的枪支 却差点被发现 为了帮助丈夫 妻子藏好女儿 主动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分散了暴徒的注意力 杰克趁机抢到了枪 哪知道枪里竟然没子弹 夫妻俩瞬间 成了砧板上的鱼 任人摆布 暴徒殴打妻子 杰克想救人 却根本挣脱不开 突然一声枪响 暴徒被击倒了 一个老朋友救了他们 他是杰克在飞机上 遇到的外国壮汉 他和搭档联手 解决了暴徒 带着杰克一家 去了愿意收留 外国人的本地社区 女儿对残暴的恐怖分子 心有余悸 但这里的本地人 却友善温和 大家藏在屋顶 准备第二天 越过这条河流 逃去越南边境 也是这时 杰克才知道 朋友的真实身份 外国财团公司 通过基建 掘取这里的利益 控制这个国家 而他就是 执行任务的特工 民众不想被奴役 因而暴起 却在屠杀中 丧失了理性 半夜 他们藏匿的社区 被偷袭了 为了保护一家离开 特工和他的搭档 双双中弹 在最后一刻 特工射杀了宝托 用自己的命 保护了他们一家 他们在暴律中奔跑 迷失了方向 杰克的精神世界 完全崩塌了 朋友的死 让他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妻子鼓励他 坚持下去 杰克终于振作起来 一家人冒雨前行 来到河边 他把老婆孩子 藏进枕坡 自己跑去找船 很不幸 他再次被抓 暴徒拔出了枪 眼看着 爸爸就要被打死 女儿从角落里冲了出来 暴徒抓住了他 妇女情深的场面 刺激了暴民头子 他把枪支 塞进了女孩手里 瞄准监克 另一只手 则抬起枪支 抵住了女孩的太阳穴 他逼女孩 朝自己的父亲开枪 女孩不愿意 妇女俩在雨中落泪 暴徒却被逗得 哈哈大笑 这时 藏在角落里的妻子 终于有了机会 他冲出来 一棍暴徒 杰克则抢过另一个人的枪 杀死了其他暴民 一家人已经筋疲力尽 依然马不停蹄的 驾驶小舟 前往越南 留在这里 多一分钟 就多一分危险 来到河中央 越南士兵 却警告他们回去 杰克正好放下枪 一直喊着 他们只是一个普通家庭 希望得到帮助 暴徒也来到了河边 高取了枪支 士兵警告他 暴民愤愤不停地离开 杰克一家的小船 就这样 慢悠悠地漂了越南 他们终于得救了